琉璃小洞救助站 爱心一些人士呼吁一些被褥 因为救助站的毛孩子 就是老罗宾館特别多 哈尔滨的冬天也特别弱 所以上社会发起了呼吁被褥 有些爱心人士在网上买了一些东西 现在都发不到哈尔滨 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爱心志愿者 联系一下商家把货退一下 有些商家联系我说已经发不了货 点对方就是申请退货 希望这个爱心人士看到以后 希望你能跟商家联系一下 就是把货退了 要不就是该是钱该被下浪费了 琉璃在此也感谢这些爱心人士 为我们救助站的毛孩子买棉衣棉被 也感谢爱心人士 对救助站的毛孩子的爱护 看到这条视频以后 希望你们能联系一下商家把货退了 谢谢 琉璃在此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